HELLO 大家好,我是凱文大叔 我们之前的系统大部分都是输入完对话以后产出结果 那即使像我们上次去产出一个订单的资讯 那也是在输入资讯完以后把它资料产生出来 那现在我们来教大家 我们怎么样在对话的过程 跳出一个需要做Login的动作 那这边打完我的帐号密码以后 我就可以去进行比如说像资料的取得啊 或者是公司内部的REG系统去查询资料 因为有一些公司内部的资料是比较机密的 那我们可能需要进一步的做一些身份的验证 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在系统上面去做登录的动作 那我们透过这样子简单的登录画面 然后去取得后端的权限 像这种比较机密的做法 我们今天就来介绍给大家 我们现在来演示一下这个流程的使用方式 首先进入对话以后 这边可以先请问一下 像这一般的对话 它就会直接出来 透过大约模型出来结果 那如果我们只要去登录后端系统 这个时候它就会出来让我们输入账号密码的地方 这边我们就先输入后端系统要登录的账号跟密码 登录了以后啊 它这边就会开始去做login的动作 这个时候他们就会把这个账号跟密码送给后端 那后端完成了以后它就会写说取得token 这个时候我再请进入后端系统 一样的问题哦 这个时候它就会直接跟我说我现在已经登录了 可以开始查询资料 所以如果我们再做一些创接的动作 比如说我们要去查订单啊 或者是要登录你个人的资料啊 这边就可以去做另外的设计 所以这个流程就会先判断说 我已经登录了 我会把这个token记录在我的绘画当中 当我下一次在这个同样的绘画里头 我再去跟他讲说我要后端的什么资料 透过这个token来去跟后端要资料 这个是一般常见的前后分离的设计方式 另外就是它如果侦测到说我是问他问题 就是直接透过大语言模型来回答 就不会经过前面的那些判断 所以如果我们之后还有再做其他的像 R.A.G.啊 或者是说内部系统的一些访问 我们就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去把它做隔离 你要访问后端的时候就必须先输入账号密码 如果已经输入过了 我们取得token以后 我们就可以直接在里面继续去问说 系统上的相关资讯 以上就是这个流程示范的过程 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 我们的流程是怎么样的设计 然后接下来我们来介绍这个流程怎么设计 我先看一下整体的画面 整体的流程是这样 所以其实这个流程大概就是一开始进来 会先有一个判断的节点 这个判断节点会判断说 你的问题到底是要去做登录的动作啊 还是你要去输入账号密码 或者是说你已经登录过了 才可以去机密的查询 或者是说你只是简单的一办法问 那我们就直接走最下面这一条 那我们可以先来看一下我们的判断方式 B5它有一个问题分类器 那这个问题分类器 它其实是透过大语言模型 来帮我们去做问题的分类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的问题其实就是主要有三个流程 所以这个流程是可以随意增加的 比如说再添加一个 底下就多一个点 不需要就把它删掉 所以像第一个问题 我就是这边就写说 包含账号密码的GISON资料 这一条基本上 第一条就是 我们前面已经输入过账号密码 我们输入过账号密码之后 它其实进来这边会有资料 所以它就往这一条跑 那第二条就是说 当我们一开始什么都没有 但是我们想要登录后端的系统 所以那时候我就打说 我要登录后端系统 这个时候它就判断说 我没有登录过 因为我没有拿到Token 所以没登录过 它就要求我要输入账号密码 所以会进来第二条这个部分 那第三条就是什么都没有的时候 只是一般对话 所以会进到第三个 我们在写程式的时候 其实也会依照一些逻辑来去做进行 所以先把一些需要去做分类判断的东西 写在前面 最后其实这个基本上就是 当前面都不符合的时候会进到下面这一条来 那或者是说我们再加一个比较保险一点 当前面都不符合 我们再进到第四个这样子 所以这个分类的部分就是 你要取决于你自己业务上面有哪些不同的服务这样子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在中间的部分 我们先看中间 因为我们是需要先输入账号密码 它才会去帮我们做登录的动作 那一二关 就是我们要 就是在系统提示词输入 我要去后端系统 那这个提示词的部分 可能就大家自己要去判断一下 有可能说你要登录后端系统 或者是说我要进入后端的环境之类的 或者要查REG 就是企业内部的一些知识库 那我们就想一下会有哪些东西 我们就把它写在第二条这里 那这边基本上就是有登录后了以后 才会进来这边 那接下来这个地方 它这边也是会有一个条件分支 所以当这个条件分支 我就会判断说 如果我有token的时候 就会走下面这一条 我就可以直接进入后端系统 如果没有token的时候 它就会要求我输入账号密码 我们来看一下模板转换里面的内容 在这边基本上它就是HTML的语法 很单纯的是HTML的格式 这个内容其实基本上就是一个输入 Fone的地方 然后前面有Label 然后跟Input的地方 所以我们前面 在前面我们示范的时候 就会有一个账号 Username跟Password这样子 那我们在按Button的时候 它会把这两个资料 Username跟Password 当成Json的格式 因为我们这边有写DataFormat 它等于Json 所以它会把Username跟Password 当成Json的资料传出去 所以它会把这个模板转换后的资料做输出 当我送出这个资料的时候 它其实会 会再把这个内容直接在丢给对话 所以像这个东西它是这样子 在我按下Login的时候 它其实就是把我的讯息 我自己再打出去这样子 它针对这个东西 它就判断说 这个是Json的资料 所以它就往上跑这样 所以再去帮我去做登录的动作 再来就是说 如果我的Token有资料 它怎么知道我的Token有资料 因为其实我们等一下在登录的时候 我会去设计一个变数 所以我就会去判断说 这个Token在登录以后 它是什么值 那目前这边我们就只是先来做判断 我就判断说这个Token空的时候 我就直接走上面 就是要让它输入账号密码 如果不是空 我就直接进到下一个阶段 那下一个阶段就是 我这边只是简单的让它显示说 你已经登录了 然后可以开始做查询 这边我们就依照我们实际的要求 有可能说我们就可以提供它的IG的资料 那这边我们就回到我们以前在做IG的方式 来去串我们的IG资料库 然后再去写提问这样子 那这个就大家自己去想像 看你是要串后端系统 还是要去查知识库的内容 那我们再回到前面来 前面来如果像我们最麻烦的地方 我们已经有账号密码 所以我们账号密码 其实在这里我们就是一样 就是HTTP的请求 我们这边去做登录的动作 那这个API 它其实是POST的方式 要去看我们的API 是POST还是GET 通常登录都是用POST的方法 所以这边我们就直接写上我们的API的名称 然后再来就是HEADER的部分 我们就是输入输出 这边都是给它写成JSON的格式 底下我们就是直接放JSON 然后我们把开始传过来 它会把这整个JSON的资料 当成它的BODY的部分 所以我们的BODY BODY它就是把我前面输入的这个帐号密码 当成它的JSON的资料 在处理完请求的时候 它会把我的帐号密码送给API 正常的登录成功以后 它其实就会返回一个正确的Token来 所以返回Token的时候 我就可以再把它的Token的资料取出来 你要做一些比较特别的判断 因为有可能登录失败 或者是说你的帐号密码不对 这个时候我们可能要再去接一些其他的流程出来 因为太复杂了 所以我这边先简单的说我登录成功 所以它就往下跑 在提取的部分 它其实就是把前面传过来的JSON的内容 我去把它取得Token的资讯 所以像我的HTTP的请求 这边基本上我会送出一个Token 所以这个Body里面它有一个Message 有一个Token的资料 所以重点是这个Token的资料 我们要把它取出来 取出来我们就是透过后面这个截取的节点 参数提取器这个节点 参数提取器它其实是透过大约模型 帮我们去把这个就是我们自创里面的内容取出来 那这个部分其实不一定要透过这个参数提取器 但是我们如果不会写程式的话 透过这个东西我们就可以很简单的去把JSON的内容取出来 那如果你有程式的能力 你也可以透过代码代码执行的那一个程式 去帮我们把这个物件里面的 像我要取的是物件的Token 就可以很简单的去把物件的Token取出来 那这样子也比较要省钱 就是我们可以不用透过代码模型 就可以直接用程式去把它取出来 那一般如果不会写程式的 也可以透过这个方法 去用代码模型帮我把JSON的资料 取出里面要的内容来 当取出Token之后 后面在做什么 我这边就做了一个变数分配器 还记得我们前面讲说我们会去检查 有一个Token的变数 就是在这里 那这边我们要怎么把它设上去呢 第一个我们必须要在这里 这边有一个 类似像 右上角有一个XX 那其实这个是X X通常是我们把它当成变数的一个代号 所以我们这边点下去以后 就可以去新增我们想要的变数 所以这个变数我们就给它取名叫做Token 那你要取其他的也OK 你要去新增不同的变数也都可以打出来 那变数类型也很多种 你可以放String Arbitur Array 这些都是跟我们前面节点上变数是一样的 有了变数以后 我们就可以去把我们的前面这个节点 前面这个参数提取的节点 它的Token的内容 我们就把它放进这个Token的变数 这样子我们前面流程进来的判断的时候 它就可以判断说 这个Token有值了 有值了以后就可以直接让它进入后端系统 如果没有值的话 就出现登录要输入帐号密码的那个部分 所以这个OK了以后 其实最后也只是很简单的 跟它显示说我已经取得Token 以上就是今天的介绍 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那最后再分享一下 其实这个流程这样子做 还是会有一些问题 那首先是我们在登录帐号密码的时候 虽然这上面帐号密码 密码它是做隐藏的 但是下面这里 它还是会把密码检视出来 所以这个部分 其实就是比较不好的地方 那因为在这个对话的程式里头 它必须要我送出资料 送出资料以后 它才会去后端去呼叫它的流程 所以它一定要把这个讯息送出去 它才会跑流程 所以这个也是目前在DeFi这个平台 比较讨厌的地方 我没办法把这个东西隐藏起来 所以它就变成说 这个资讯会直接显示在对话上 所以如果真的要做到比较严谨一点 我们可能还是需要另外去开发前端 让程式来去呼叫DeFi提供的服务 那这样子我才可以避免说 我将这些资讯 重要的资讯显示在我的画面上 那这个时候可能就是要另外去开发前端的网页 然后去透过呼叫的方式来呼叫DeFi的讯息 这样子 那这样子才可以有办法去让我的资讯隐藏起来 这个机密的资讯把它隐藏起来 那如果我们只是简单的一些操作 或者是公司内部在操作 这个安全性的控管 有没有需要控管到说像这个密码 不能显示出来